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理想目标或有不同 但不会有人否认健康才是人生最真实的财富 但为何人类仍然摆脱不了疾病的痛苦纠缠 追究原因无非是缺少对养生保健的正确认知 华视新闻杂志多年来曾经制播系列的专题报道 提醒社会大众重视疾病预防的观念 并且传播符合民众身心需要的养生保健资讯 特别将相关的报道汇集成七大主题 以光碟的形式发行 所以全面而完整的介绍 希望更能帮助观众建立一套适合个人的养生保健计划 也希望您能真正身体力行 拥有真正的健康生活 欢迎再回到华视新闻杂志节目 前几天卫生署发布了88年度国人十大死因 炎症连续18年蝉联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平均每17分半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炎症 所以炎症不再是事不关己的疾病了 炎症正随时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健康 一般来讲罹患炎症的人一旦发现身上有了炎细胞 除了配合医师的治疗开刀或者是做化疗放疗之外 很多人都会私底下吃中药炼气功 或者是改变饮食习惯吃生机饮食 但是这么多的治疗方式到底该如何搭配 彼此之间才不会有干扰呢 相信是困扰着许多炎症病人跟家属的问题 现在在国内已经有医院他们不只是以西医来治疗炎症 他们将中医能量医学生机饮食一并纳入医院的体系 让病人得到了整体的治疗 整合医学抗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您看记者胡淑玉跟萧若华的采访报道 李书生在50岁内年 也就是两年前 发现大肠炎转移到肝脏 无法开刀治疗 医师建议采用化学治疗来控制病情 不过不同于一般的化疗病人 李书生一面打化疗 还一面在三餐饭后吃中药 这是医院开给他吃的十全大补汤 我去年八月就来这里来发疗 来发疗那段时间我们没有台泡汤 你吃咖啡和手 吃几个咖啡会冷 都会冷 但是到美人的时候 给我们推荐这个台泡汤 给我吃 吃几个咖啡就开始烧 人就改善了 有气流有声 所以说有气力 要明明吃得下来 这样吧 明明吃得下来 那段时间就继续再来吃 吃到这些咖啡 本来咖啡很大 吃到现在就软了 李书生口中的黄医师 是彰化秀传医院肿瘤科主任 一个道理的西医 怎么会推荐他的肿瘤病人 吃中药呢 他每一周都要接受 住院接受化疗 在体力上的耗损会稍微强一点点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建议病人吃一些中药来补一点身体 补一点身体就对 第二个原因是说 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病人 大部分都会自己去吃一些偏方跟中药 那倒不如我们自己建议病人 吃某一些的药方 我们也晓得病人在吃哪一些的中药 石泉大补汤是肿瘤中心副院长 也是中西医师陈明峰 专门针对化疗病人开的中药方 七十一岁的王天才罹患胃炎 现在还能下田施肥 他说就是服用石泉大补汤的结果 我现在现在可以補肥 就是压肥了 现在可怕得真久 对 现在就在压肥了 完整了都不认我没认识 那里有了 那里有了 那里有什么 那里有很多 都不认识 那里有很多 现在藏大和就这样 就因为看到吃石泉大补汤 对病人抗炎有帮助 西医的黄主任 经常推荐化疗的病人吃中药 甚至把病人转到中医门诊 让中医师把把脉 做进一步的配合 这样的中西医师会诊 在彰化绣传医院肿瘤中心 几乎是每一个 研征病人所接受的治疗方式 我们会审则 石泉大补汤 是因为 这个我们经过了 很多文盛的查考 我们医院呢 在使用中药方面呢 跟其他的这个中医 会有一点不疑 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曾经发展出来 所谓的生物能的诊查 那么这个生物能的诊查呢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可以客观呢 去了解这个病人呢 他到底有没有气息 还有了解这个病人呢 他的身体的虚实寒热 然后就能够提供这个病人呢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用药 还有甚至 教导病人 他要哪一些饮食 要去注意 中西医联合抗炎 是秀传医院肿瘤中心的特色 至于做成有系统的研究 就只针对胃炎和大肠炎 做化疗的病人 而长庚医院 则针对放射线治疗 鼻咽炎的病人 已经做了三年的 中西医联手抗炎研究 中医部林医信主任 是这项研究的发起人 他以甘露瘾 帮助口腔粘膜组织 已经遭到放疗破坏的 鼻咽炎患者 三年下来颇有成效 因此肿瘤科洪主任 决定全力配合 继续进行更多的研究 因为很多的 过去很多BNI的病人 治疗完以后 他嘴巴都会非常的干 那对于吃饭 对于饮食方面来讲 有很大的不方便 这个研究计划 初步的结果看起来 是有帮忙 照射之后 它可能也让人体 产生一个比较 照的一个状态 干燥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药物 去资认他 养他的荫叶 也许可以改善 这样的一个情形 很明显的是说 病人他的生活品质 变得好多了 比如有些病人 他会觉得说 他整天都是口干舌燥 都是非常的焦躁 那我们吃了这个药之后 病人的一个口干舌燥 现象改善了 那也比较不会那么痛 所以他可以吞咽下去 所以我们有一项指标 是说 病人的体重 那个减轻的一个程度 降低 而肿瘤科 洪主任 之所以愿意让病人吃中药 也是看到病人 都会私底下偷吃 他生怕有的中药 会干扰治疗的效果 倒不如纳入整体治疗 因为中药 那么多种的中药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干扰 我们放射的效果 所以我们是希望用科学的方法 一步一个药 一步一步的来验证 而不是说像过去这样子 乱枪打鸟 那我们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当然这些中药 之所以能够被西医接受 也是因为新药 有它力有未带的地方 而不得不采用中药 中西医联手抗炎 在国内才刚起步 在中国大陆 早已经是主流医法了 上个月应邀来台的 中日友好医院 中医肿瘤科主任李佩文 他从1961年开始从事 中西医结合抗炎工作 这次秀传医院邀请他来 就是要借重他30年的临床经验 提供我们中西医该如何联手 中医治疗在这个问题上 它是分阶段的 比如说我们用中药 配合放疗化疗 那么我们所用的中药 主要是辅证的中药 帮助机体使这个放疗化疗 能够顺利地进行 可是放疗化疗结束以后呢 那么病人可能没有什么 别的治疗方法了 那我们就开始用中药来确协 就是包括有些个 活血化瘾啊 这个软件善结的中药 去攻杀这些癌细胞 使它呢长得慢 或者甚至有些肿瘤呢 可以消退 根据李贝文教授的经验 周末期炎症病人 用中西医会诊的效果 相当明显 它这个程度呢 不易在做剧烈的放化疗 那我就可以用 一般中小剂量的治疗 然后呢我再加中药 那么这样呢 根据中医的扶证确协 相结合的这么个手段 病人呢会在临床症状上 会好转 那么生存质量会提高 这次应邀来访的 还有以电针治疗肿瘤文明的 中西医专家辛玉玲教授 电针本身就是 中西医结合的产物 对开刀会大量流血 如血管瘤 肝肿瘤的患者是一大福音 因此新教授的到来 让许多患者见到了曙光 就是说 压在这个膝的外层面就对 它有很大问题 但是问题它就是说 血管瘤深入到骨骼 已经都吃到了 还有甚至呢 它的绳子器官都有 体内都有 所以它就没办法 以前有材料 大家都叫我 如果到这间 就叫我过百间 它腿一直流是吗 对 都用盆 都用盆 用盆 跑遍的各大醫院都被打回票 好不容易知道 新教授帶來一種 專制血管流的電針療法 他來到了秀串醫院 沒有想到 陳副院長還是告訴他 依照台灣法令 新院長這趟是硬邀來台講學 不能夠有所謂的醫療行為 因此無法使用電針療法 除非是到大陸上去治療 這次就要讓我看到電線 這種讓我有信心 結果我們台灣無法使用電針療法 我覺得很辛苦 是不是政府可以用電針機 讓大家可以趕快把這個病 有這種病情血管流的病比好 如果剛才叫你去台獨醫 你說什麼 我現在是問題 我沒有去的錢 我想不到 因為我對聽到新醫師這樣說 我做有信心 我只要對他做有信心 但是我就是不高級 這就是電針 這就是電針 一個一個電針 這個是治療以後 治療以後 就血管流消失了 但這個地方 這個皮膚還是有一點 板著痕 對於這個血管流來說 過去我也是做外科代 我也是要開刀的 他主要是出血太多了 可是我們用電針來做你 就沒這個病病 效果還真不錯 對於那些個不能開刀呢 或者是化療啊 放療啊 達不到效果的 用這個辦法去 用我把流子給它化掉 現在差不多有1000多個醫院呢 在大陸的各個不同的單位 開了這個治療的工作 已經做了差不多一兩萬年了 新院長是個用電針殺傷腫瘤的創始人 他有外科和針灸醫師的背景 才能發展出電針療法 他這次來訪 吸引許多擁有中西醫師背景的人 也想到大陸學習電針療法 舊船醫院中西醫科 也已經決定派醫師前往 做進一步的研究 來彌補開刀手術 所無法完成的部分 在臺灣這方面的儀器 目前可以講還沒有人 去把它製作出來 我們希望將來能夠把這個電針的質量 來引進到總流 不管是惡性或良性 從新教授的文聖 這個國內外的文聖 這個我們化身當中 事實上電針的治療 它不僅是可以直接讓這個腫瘤 把它殺死 而且它可以提高化學藥物治療 還有放射性治療的一個敏感度 也就是說它可以跟其他的治療方法合併 使得這個效果更加的提升 我們就做著肝臟的時候 這肝臟很容易出血的 過去我做肝臟切除 那都出血很多的 那麼電針做的時候 那麼它發現它也很好的用血作用 沒想到中醫用來針灸的針 加上直流電竟然可以殺傷腫瘤 甚至化掉腫瘤 中西醫聯手抗炎 果真是威力無求 一樣擁有中西醫學背景的 秀喘醫院腫瘤中心副院長陳明峰 還將引進在大陸已經做了二十幾年氣功研究的 張宏林教授所創的氣功 讓炎症病人在住院期間每天練氣功 他現在也跟愛得遠的抗炎鬥士李秋良女士合作 宣導炎症病人正確的生肌飲食觀念 他說要全面封殺炎細胞 讓炎細胞沒有復發的機會 我認為生肌飲食尤其是推廣正確的生肌飲食觀念 是對癌症的地方非常重要 氣功最主要功能是讓病人能夠達到身心力的安定 能夠讓他的肢體神經能夠穩定 從西醫到中醫 從治療到預防 以前醫院治療是一回事 回家自己吃中藥自己吃生肌飲食打氣功 現在抗炎的工作全都納入了醫院系統 全面整合了起來 相信要制服二十世紀最大殺手 炎症的日子將止治可待 抗炎的工作真的是一場持久戰 只要有信心持續去做 抗炎成功的例子也是不升美局的 希望整合醫學抗炎的發展 可以提供您抗炎的正確方法 歡迎再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上星期我們播出能量醫學抑制來電這個單元 觀眾的回想是非常的熱烈 一直到今天制作小組的電話還是接個不停的 今天我們要為您報導兩種能量療法 其中有一種呼音夢他也在嘗試 待會要介紹這兩種能量療法 分別是從生理跟心理的層面去了解 能量對於身體的重要性 大自然當中真的是充滿能量嗎 身體器官如果缺乏能量 是不是就會使身體感到不舒服呢 記者胡淑宇跟林徐玉的深入報道 這天溫美秀又如往常一樣來到台大醫院為病患疫症 這位陳先生皮膚受到病毒感染 兩個月前經親友介紹找到了溫師姐以長生學為他調理 採訪當天連醫生都說他皮膚愈合的情況相當良好 醫生說這個液合 兩個液合這樣相當不錯 但非常景奇 所以這個功效的話 我歸功於這個長生學 還有本身我吃的營養素 每天都幫忙做 早上來幫忙做 做多久 做大概兩個 兩個多月了嘛 每次做多久 每次大概 四 大概四十到五十分鐘吧 這樣子 大概四五十分鐘啦 那是你們請他們過來幫忙是不是 是是是 從八十四年八月開始 溫美秀就經常應要求到台大以長生學 幫病人調理身體 有的是親友介紹 有的還是醫院的護理人員推薦 像這位剛做完肝栓腮的劉先生 就是經由醫院介紹 因為我舅媽自己本身在台大這邊工作 她剛好真的是一些朋友 那她說那個長生學本 聽說有她那個書記的那個 她弟弟啊 用這個長生學 那個經過他們醫治 跟我調教之後 身體 回復得蠻不錯的 那我想說 試試看嘛 那剛開始 因為也許就是說 身體狀況 那時候還沒做酸塞 感覺上 感覺上沒有那麼明顯 那後來做完 第一次酸塞之後 因為那個都會疼痛 發燒 那 有幾次就是在疼痛的時候 他們來幫我做 那比較小的時候 幾乎有時候疼痛 一下子就 不見了 那當然 還是要強調 還是要刺 還是有醫院的藥物在控制 那 那 其實就是 那 對 一個病人 短則要做上兩三個月 重病的 有的要做一兩年 每天 溫美秀都是這樣 從早到晚 在台大藝人 一直做完所有 有需要的病人 有需要的病人維持 問他為什麼願意這樣做義工 原來背後有好幾段 生死教官的經驗 他幫助我家人這麼多 我應該要比別人更 做更多 回饋更多 才 還瞑目不過來 我真的很感恩長生學 這位躺在病床上的王一文 原本也是台大的義工 這次他病倒 長生學在台灣的發起人 林老師跟魏老師特來探望 王一文的子宮內膜癌 又復發了 為什麼經常做長生學 還會復發呢 長生學是令面試的幫助很大 但是自己有很多地方也要小心 比如說不要太過勞 我以前都不認識這一點 就說我就好就好了 我能吃能睡能動 我就盡量去動 去那個 沒有想到這樣子已經開始透支 那透支的就免疫力就會降低 雖然有長生學在幫助 每天還是有在做 但是路不互出 長生學在台灣已經發展7年 每次開課總有上千人去學 根據估計 全台灣有50萬人接觸過長生學 由於不收費 全部由開過穴的義工 幫忙調理病體 再加上見證 因此7年下來 已經形成一個相當大的團體 我是和媽西郎超 本身又在洗腎 然後我來中性已經調兩年多了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是已經洗了半年多的時候 是都沒有力氣 而且也沒有辦法吃飯 半年幾乎都沒有吃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人家介紹我到海山高公來 做那個調整長生學 然後才因為這樣子大概調三天之後 開始有食慾 然後只有一個禮拜後可以自己爬樓梯 不用人家要扶我 對 本來都要人家要扶 現在都不用人家要扶 然後才到現在 本來是洗三次的色 現在我只要洗兩次 你從本身上的狀況呢 本身上要穩定很多 去驗血什麼 這都很平穩 沒有在自己補補這樣不穩定 你每天都做嗎 對 每天都做 每天都調 還沒接觸長生水的時候 我那個肚子 因為我是大腸海起因的嘛 我肚子都很痛 痛到都很想自殺啦 後來接觸長生水以後 慢慢做做做做做到 它一直讓 就讓我一直說那個消除那個痛的感覺 到後來已經一天痛 偶爾是一陣子一下子而已 那我本來也走不太動 那做一做我可以可以走這樣 你每天都做 我也每天都做 不知道您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經由長生學 調理身體得到改善的個案 他們都是每天很勤慣地在做 而且大多做上了好一陣子 才有明顯效果 難怪他們強調 信任加上信心 可以事半功倍 長生水不是說 你一做就有感覺啦 是這樣子要做很多次 做一陣子 我到去感 不會全身這樣痛的時候是 兩三個月有 八十四年開始 就加入長生學 義工行列的彭月英 去年發現有乳房腫瘤 也是一天調了十幾個週頭 才化解危機 我先生還有很多師兄師姐 就幫我調整 一天調整了三個小時以上 先生幫我調整了七八個小時 我自己也調整 可以說一整天調整了十幾個小時 所以後來大概是三個月了 我摸到那個地方都沒有東西了 沒有東西了 我再開始負責 我去看醫生 醫生在做那個掃描啊 超音波啊 他就說 某某人啊 你是不是吃了中藥 或者看了別家醫生 人稱邱老爹的邱仙智 不但從早到晚幫人做 還專挑炎症病人做 他說外面有的傳說能量會互通 炎症病人的濁氣會上升 一點也不真實 我都做感情 你不聽說感情是多氣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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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這麼久了 沒有 我做好再來 感情做好再來 今天沒有一個要來 做三年 三年 過頭兩國五歲 那今天我們長生邪 去幫助對方 是讓對方的氣血活落起來以後 他自己的病 會隨著細胞器官的改善以後 也由他自己本身的代謝系統排出體外 並不會跑到別人的身上 接觸過長生學的人都知道 長生學是由李英子珍老師的哥哥 從美國傳回台灣 不過在國外學長生學 甚至以長生學治病是要收費的 到了台灣卻堅持不收費 這是因為他們發現 在美國因為收費容易起是非 而且不收費以慈悲心導引能量 能量會更強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真的 筆持著這方塊心 完全無所求 完全奉獻的心 慈悲的心去做的時候 他所能夠產生出來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這個不是說催眠 而產生效果 像有些人調整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跟他講任何的話 然後我們就是手就伸出來 然後請他靜下心 我們就這樣調 那自然他就會感覺到說 欸 我這痛減輕耶 您說這個能量怎麼來 就大自然當中 整個宇宙當中 都充滿了這些能量 只是我們人 如何去擷起這些能量 來幫助我們自己的肉體 也可以去幫助別人 您現在心裡是不是也在想 大自然當中真的充滿能量嗎 為什麼我們都沒感覺呢 從事生物能量醫學研究 將近20年的崔九教授 他的研究答案是 宇宙中不但充滿了能量 連每個器官的能量也不一樣 是不是大自然裡面真的是充滿了各種能量 那當然了 大自然就是waves and particles的形成 就是都是粒子跟波 那每天我們玩的就是這一套 我們宇宙都是波跟粒子的合成 那我們身體裡面那個血循環的部分就是粒子居多 你也可以看見紅雪球白雪球看見血流 但是它原動力是那個波對不對 它形成的也是這個波 波看得到嗎 波看不到要測試 所以我們用血整儀器探測 也就是用電子儀器去探測 就是電磁波在身上形成的一些循環 現在崔九不但將血整儀應用在測試身體 哪個器官缺什麼能量 更進一步的可以測出造成疾病的心理因素是什麼 而提供適合的花精與治療 胡一夢兩年前開始接受這種花精療法的治療 他說不但找出他身體不適的病因 還讓他了解他心和靈的癥結所在 有一個效果非常的驚人 就是可以把那個深層潛意識 就是身心靈那個靈的層面的 最深的一些病因找到 包括心理上精神上的這些最深的病因 然後呢就是說那個花精治療這個部分 可以很快的平衡我們的七個能量中枢 這個就是會讓我們的情緒進入一種很深層的 禪定的狀況 那從這個定境中呢 會有一些意識潛能的一種擴張的經驗 這個可以找到說你身體的污染會造成經絡的不同 那還可以找到原因 就是你的情緒上面有什麼壓力 壓力也會造成不同 那他找出我的情緒壓力的最深的根本 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角色的認同感的問題 那找出來是非常準確的 那找出來之後就這樣好了嗎 還是說你還要持續在這裡 就找出來之後就是你就至少在自我認知上面 你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畫面 你會對你自己的整個 比如說我在這個世界上我的任務到底是什麼 我的天職是什麼 因為人他不找到他這個定位的話 他總是覺得方向不輕 每一個花它是代表一種單純的情緒 它所在宇宙裡面生存的那個behavior 它的那種應付宇宙的那個形象 就代表它的精神 所以它可以幫助就是說 這種它自己就造成一個電磁波 這個波呢剛好你需要的這個的時候 它可以補上 這個跟那個食物精油毫無關係 它是花的磁場的震動 那個vibration 那個訊息 跟我們身體的這個訊息的一個相應 能量醫學真的可以找出中西醫目前的盲點嗎 下星期我們繼續報導 看完這個單純之後呢 你是不是注意到了應用長生血來改善病體的人 他們大部分都會配合醫生的治療 能量療法它是可以減輕痛苦增加抵抗力 不過要提醒您有病還是要先去看醫生 連續過去兩個星期我們分別播出了能量療法 觀眾朋友一直到現在為止都還是回想不斷 有許多的觀眾還是相當的好奇 大自然當中真的充滿能量嗎 人體的健康真的跟能量有關嗎 今天我們就要針對觀眾朋友這些疑問 訪問北中南各地深入研究能量醫學的醫師 告訴您如何增加身體的能量進而讓您更健康 這些醫師包括有西醫中醫還有中西醫會診的醫師 他們全都應用能量醫學的儀器來為病人治病 而且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了 為什麼能量醫學能夠打破中西醫的門戶之劍 成為醫學界的新寵 能量醫學的興起對病人又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記者胡淑宇跟林須玉現在就為您揭開能量醫學的神秘面紗 他可以在兩分鐘最滿三分鐘內 可以把整個這個身體的這些能量的訊號全部抓出來 其中可以比對有三千六百種 我都叫你們 人家吃太多甜 水果要吃比較多 吃完飯不應該太多 那些農藥的指數比較高一點 基隆醫院院長黃坤章正用量子檢測儀 在幫住院健康檢查的人找出身體到底哪裡出了毛病 自從一年前接觸到這種以能量高低來表現身體各個器官情形的能量醫學以來 黃院長不但幫自己以及親戚朋友測試 今年一月開始也免費幫健檢的人做更進一步的檢測 沒想到醫院健康檢查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 他這個檢查起來當然是更多 因為有些西醫好像是筋肉的問題 什麼好像是一些那個西醫他沒有 一下子就可以檢查出來 他這個可以 這種能量的變化大部分都是一些功能性的改變 譬如說我們可能肝臟發炎 他可能初期的時候他只有一些細胞的電位的改變 但是他還沒有細胞還沒有壞死沒有死掉 不會流到血液裡面去 流過去的話可能GOT、GPT就高 那我們是希望說他能夠早一點抓到這個信號 他可以比體檢更早抓去 有可能 所以 但是我會跟他體檢在一起就是說 這邊已經有問題了 這邊看不看得出來 自從接觸到能量醫學 黃院長就相當入迷 他彷彿又看到醫學的另外一個窗口 傳統的西醫研究的很深 一個病、一個器官、一個細胞 然後到一個分子、質子的變化 藍色體的變化會研究得很細 所以到最後變成好像只有在看病 而不是在看病人 那這部儀器是從另外一個觀點 讓你瞭解人是整體的 你的情緒會影響你的免疫力 你的免疫力不好可能你會退化 你會變成得到感染或者你會 癌症會跑出來 那你只有一直在注意癌症 而沒有去注意它的源頭 那你這個保健還是會產生問題 當然也有人把這個 個類叫另類醫學 或者說第三類的醫學 就是中醫、西醫以外的醫學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能夠對我們的健康有幫忙 我們就應該把它納入研究範圍 甚至我們可以 崛起好的出來應用 中醫師尤大榮早在三四年前 就接觸能量醫學 黃院長就是看到尤大榮 以能量儀器搭配中醫醫理 能夠準確抓出變因 才決定將能量醫學 納入醫院體系 他的腦部就有八個頻道 還有手腳架起來十二個頻道 然後他去收集我們一些 一些電流的傳導 電壓這樣子 然後他經過電腦一個換算 為什麼中醫來講 有硅筋 你什麼藥會硅什麼 甘心皮肺腎 歸奶條筋 其實這種一種訊息的傳導 它搞不好是一種波 或是一種頻率 基隆醫院才剛開始應用能量醫學 招化秀船醫院腫瘤中心 已經以生物能測量儀 幫一千多個病人檢查 而且有了初步的成果 這個腫瘤的病人 用中醫學來講 其中最多的所謂的症型 就是氣虛的症型 那麼事實上我們也測了很多 所謂的腫瘤的病人發生了 的確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尤其是那種已經 比較末期的癌症的病人 他的氣虛會越明顯 而這種測量元氣出來的數值 也越低 那麼這樣的一個測定 可以提供給我們 再用藥的一個參考 船副院長說 這種測人體能量的方式 不但可以反映人體元氣的多寡 對西醫也相當有幫助 我們發生有很多這類 所謂在西醫診斷 肢力神經失調的病人 他們來做這種生物檢查以後 發生他們常常出現 上半身跟下半身 能量失調的一種一種腺像 那麼我們可以根據它 這樣一個腺像 來給它一個藥物的治療 從能量的觀點來看 人的每一個細胞都有能量 每一個器官能量強弱 代表那個器官功能的好壞 而能量又跟氣有關 越有元氣的人能量越強 在美國和中國大陸接觸 能量醫學 經常幫氣功師傅 測試病人身體狀況 有沒有進步的中醫師 呂靜孔發現 病人 一般人 和練氣功的人 能量的確差很多 這個是一個直腸癌病人 他的直腸能量指數就是-8 而這是一個練過氣功四個月的人 他的能量指數可以高達好幾十 因此以能量觀點來看 練氣功來提升身體能量相當重要 你原來有什麼樣的狀況 原來腎衰竭 那你後來有練氣功嗎 呃 對 練了差不多一年 有進步 你覺得 進步非常的多 我沒有胃 沒有膽 沒有脾脹 胰臟還有三分之一 淋巴 十二指腸 食道都各類一部分 醫生說我只能活三個月 真空了嘛 那我吃東西根本沒辦法吃 那怎麼辦 完全靠大氣層的 大氣的能量來維持我的身 就像樹一樣的 我現在吃東西吃的很少 你們大概吃一頓 我吃一天還吃不完 人跟太陽也是原子做的嘛 所以科技大學就發現 喔 氣就是一種能量 是可以檢測的 就像血壓一樣 血糖一樣 體重一樣 很簡單的 氣功的氣就是所謂的能量 但是氣它有分大米人的氣跟 我們人體的氣 問題是 我們怎麼把這麼龐大的能量 轉換成人可以用 那就要訓練 那就要精煉那個殯典 比如说像杯子 今天我们要把杯子的容量扩大 把杯子的深度加深 所以你接受到很高的能量 你就有办法承受跟储存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很容易接受到大量的能量 但是储存是个问题 因为丹田是 我刚才讲过丹田是要自己努力得来的 又因为生病的人 能量储存不易又容易流失 如果自己没有办法练气 即使花了好几万块钱请气功师灌气 往往维持不了多久又恢复了人状 那你不要放一个病人这样的灌气 它这个能量它可以维持多久 它将近为止24小时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身体 就像一个马达一样 当你帮他灌气的时候 就好像一部汽车已经不开 开不动了 找另外一部汽车来帮他打电 打电打着的时候 你要slow 要慢慢培植你的能量 培植你的电 你才能走 能量医学不但可以测出身体的能量 还可以测出情绪对身体的影响 以及身上累积哪些毒素 还在范围不只是东方的传统医学 也包括了西方的另类疗法 血疹也不是个治疗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仪器 它只是一个工具 它可以用这种工具来看 磁场是不是平衡 不平衡 哪些系统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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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原因 然后找出那个原因来 生理的就可以用 吃毒品可以把它从身上消掉 因为也是用能量 用物理的方式 要是欠缺的比方 健康食品呢 哪些人要吃什么 吃多久 吃多少 所以都给他 可以定性定量 那么身上的甚至于细菌病毒 我们都可以减轻它的那个 把它赶出去 然后增加它的免疫力 那这个对治病有帮助吗 这个是绝对有帮助 因为它一下子就把你全身 整个的状况都清清楚 练气功可以增加能量 食物 健康食品也都有能量 每一种食品所含的能量 是你的身体需要的 也都可以测出 许多人都有吃健康食品的习惯 因此有人也自己买一台 这种生物能检测仪 来了解自己身体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素 经营咖啡店的黄先生 在三年前就花了五十几万块钱 买了一台当作全家的家庭医生 我会去接触这个最早是 我鼻子过年了二十几年 那一直想说 怎么比较好 这个过年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一直吃都好像没什么改善 那后来发现他这个能量医学部分 或者细胃检测部分 好像看出来有它的一个价值 然后后来就自己就想说 反正全家好好的保养 投资个六七十万 那只要全家不长癌症 那这样就值得了 有的朋友知道 他有这样的仪器也会找他册 不过目前正在台中荣总 帮家医科以能量医学体检的 杨氏良医师表示 现在有的健康食品公司 也用这样的方式 帮顾客挑选产品 其实很容易因为误判而连误病情 基本上这套系统 我们比较不建议说 非专业人士可以操作 因为它里面的解读含义蛮深的 因为针对不同的系统 它的名词 它代表含义完全不一样 今天就像说里面系统 有一个Spring 皮这个字来讲 我们知道说 如果你有西医背景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皮胀 皮胀是跟我们免疫系统 血球处理这些会有关系 正在中医系统 皮它代表是一种消化系统 它解读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个医师 如果能够设立 更多不同的颜色的时候 它的解读会更清晰 因为它正在不同颜色 代表含义会不一样 就因为能量医学 牵涉到了领域相当广 不但有中西医 还有脊椎 气功 红膜诊断等 很多医师接触之后 好像加了广角镜 越觉得人体的奥秘 而也因为能量医学的仪器 来自美 德 苏 日 各有不同 不同的仪器 测出的结果 有没有差异呢 这都还有待更严谨的研究 不过能量医学 让西医开始有 整体医疗的观念 让中医有科学依据 这样的贡献 将使得21世纪 进入全方位医疗时代 以后的医生 搞不好是给病人戴个头套 医师也戴个头套 然后看着机器 然后抓出来 什么问题 然后他把这个 频率输回去 就把它治疗了 这个如果在20世纪 可能不见得行 21世纪很有可能 总体来说 能量医学 它是整体的医学 包括了情绪 都会影响您的能量的 因此建议您 随时保持一个好心情 自然能量就会充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笔业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